今天來到米芝蓮推介的其中一間餐廳 是很有中國傳統味道的餃子館 叫做媽媽餃子館 聽說它的餃子每天都是新鮮積製 肉質非常豐富的 讓我進去試試看是否真的這麼棒 媽媽餃子館是2005年開張 是由來自瀋陽的馮樽和她丈夫一起創立的 而傳授做餃子秘方的 正正是馮樽的媽媽 所以餐廳也是以她媽媽為名的 叫做媽媽餃子館當然最有名的是餃子 一定要試試這裏的特色餃子 主要有分煮和蒸 另外也有煎鍋貼 煮的餃子因為它的肉汁會鎖住得好些 所以吃下去會多汁 試試這個新鮮手工餃味道如何 這裏是三鮮餃裏 有豬肉、韭菜和蝦 因為裡面有蝦所以口感很爽 配上豬肉的肉汁 整個口感很汁 又有咬口 讓我試試蒸餃有甚麼分別 因為蒸的過程中沒有流失到任何的味道 比起主餃比較濃 我試試這個 它的醬汁沒有那麼多 整個味道可能加了韭菜和蝦 所以喜歡重口味的朋友 可能會比較喜歡蒸餃 但它比較乾身 連皮也比較乾身 煮的餃子會比較多肉汁 口感會比較水汪汪 還有值得推介的就是辣椒油 果然很香 因為辣椒油本來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但這個店鋪為了令辣椒油新鮮好吃 他們是每兩天就煮一次 餃子配辣椒油 再加少許醋便是完美的 再加少許醋